婚姻情感的好坏和日子的长短没有什么关系 听上去十一年十多年 这两人感情应该是情深意重了 可我不这么认 我特别想不通两个人十一年却没有一纸婚约 没有结婚 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人是哪个年纪就应该有哪个年纪的审美 和家庭观念 如果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 看上去打扮得像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生 就多半有点让人感觉不是那么适应 刚才这个大姐说家里事基本上是你操持 跟同年龄的人的女人相比起来 你也更多把潇洒花在了自己的娱乐上面 当然这是你的权利 我无从指责 我只是指一个女人到了五十岁应该有五十岁的优雅 勤劳持家和知性的美 而不是美在那表面上 大哥五十七快花假了 按道理来说 也应该更多的懂得在家庭生活当中一个男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你说一个女人不明不白 但是你十一年 你是给她花了钱 但是在这十一年当中 你作为一个家庭的经济承担者 你在情感上 精神上 以及最简单的名分上 你又付出了多少呢 所以我觉得既然你们已经到了这岁数了 该过日子就过日子 如果还是想要自己潇洒地过下去 那也是你们的自由 那就不要去怨恨彼此对于家庭的不付出 人只能落一头 要么潇洒 要么在家 在家得到温暖 但可能承担更多 潇洒 确实是潇洒 但是潇洒完了之后 没剩下点事 所以最后我就是一句话 多长点心 少点埋怨 谢谢 谢谢老师